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 张律师栏目 在跳槽风波之下 到底如何留住优秀的员工呢 其实现在留住员工的方式 光是涨金 是不一定能够留住优秀的员工了 那到底还有哪些方式呢 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就为很多的公司做法律顾问 从他的实际案例当中 他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 到底企业有哪些留住员工的好的办法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您给很多的公司做法律顾问 从您所接触的公司当中 您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 老板想要留住员工 到底除了加薪水这个方式之外 还有哪些很简单的方式 可以留住优秀的员工呢 好 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几个 例子从过去这几年我们学到的 第一个呢是401K 很多公司都会给员工有这个退休计划 对不对 但是很多的这些退休计划 可能是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去写的 或者是可能只是抽别人 没有去好好的去想 这个退休计划 是为什么来这样子做 比如说很多的公司大小 退休计划都是 员工放入多少钱 然后老板就会match他们 或者是match他们25% 到一定的这个水平 比如说1 2 3 50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公司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那何不就说 不管员工放入多少 我们自己公司直接match你3%或5% 对不对 因为那样子的话 其实这样子对员工低的员工 他们没办法去放入 那样子的话 等于公司来赚员工没办法放入这个投资基金的钱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逻辑是有一点off 要是你重新想你这样子的机制 你就自动给说 你不管你们拿到的钱 你可以自己去花 我们公司会自动帮你去存这个退休金 这样子给人的感觉就往往不一样 对很多公司来说 原本要是员工放入 也就会放入这么多 对不对 那还不如就直接给 就差不多这么一点点而已 所以这个是我常常会建议 很多公司来做的一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办法可以留住优秀的员工呢 有过去这一年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 我们给他建议帮员工买比特币 因为呢 比特币这个事情 保守的人不会去做 risky的人不敢做 或者是做了的话 但是他们的金额只能会放这么多 但是对一个公司来说 这是奖金的方式 没有什么大不了 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给员工 要是赚的话 大家都非常的快乐 你说对不对 要是亏的话 员工也不会觉得 也不会不痛不痒 因为反正这个奖金 也不是他们自己的 right 所以但是我们过去看了 这几家公司 帮了员工买了些比特币 就有点像是 帮员工买乐透一样 right 我觉得 我记得几十年前 我们就建议过 其他公司帮员工买这个乐透 这样子的话 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但是比特币的话 这确实是更好 right 因为这个起伏上下 其实非常的大 那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有可能是未来 但是也不知道 但是比起让员工 自己去做这个决定 要做什么样的投资 还不如就公司 发发奖金 就感觉当做上是 买乐透一样 让大家欢心一下 但是要是赚的话 员工就会非常的快乐 这样子的话 其实其他公司 会不会给 对不对 好 谢谢张律师的介绍 那除了这两点之外 您觉得 还有哪些方法 是可以让员工 特别想留在公司的呢 还有一个 我最近做的一个顾问 老板非常非常的害怕 员工看一本书 叫做 Four Hour Work Week 概念呢 就是所有人 都辞掉自己的工作 只需要工作四个小时 可以外包 他们所有做的事情 那个老板就跟我说 他是多么的害怕 因为他们的工作 很容易 就可以外包出去 对不对 那我说 你要反过来去想 你应该把这本书 给所有的员工 要是他们有能力 可以把他们 四十个小时工作 缩短成四个小时 然后他们的工作的效率 跟quality 都还是保持一样 你应该更奖励他们 因为那样子的话 哪一个员工会离职呢 要是他们只需要工作 四个小时 然后他们可以 他们的薪水 可以拿四十个小时 这应该是你的责任 对不对 当老板的 要是你可以发明 这个事情的话 那你会多么的了不起 但是员工比你还聪明 他们四十个小时的事情 变成只需要四个小时 就做到了 他们是多么的厉害 所以概念是这样子 要是老板可以 奖励所有的员工 让他们来把他们的工作 减少 然后让他们激发 然后让他们请外包 或者是你给他们 全力请秘书 或者是请 outsourcing的一个assistant 那样子的话 其实很多员工 会更热爱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也成为当 一个领导的机会 还有一个老板 常常没有实施的 就是要是员工 可以想到办法 帮助公司省钱 省下来的这些费用 拿来当员工的奖金 这何不好 其实很多的员工 他们很多 有他们insight的 这个insight 老板是不知道的 但是员工要是想得出来 帮助公司 省几十个小时一年 几百个小时一年 这样子的话 对公司有多么的好 要是发明了这些processing 那公司把这些省下的这个金额 拿来给员工当奖金 这也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还有一个就是 常常公司有很多 缺的这个工作 没有人做 因为公司也没有人 没有时间去请 要是有一个员工 他在他工作时间内 四十个小时 或五十个小时 一个礼拜 可以做他们原本的工作 加上那个欠缺的一个工作 比如说人事 或者是accounting 或者是那个marketing 或培训任何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公司比起花 两倍三倍的薪水 去请这个职位 还不如把这个奖金 或这个费用 放到这个员工上面 那样子的话 小小的一个公司 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 然后员工也都非常的高兴 概念其实是这样子 公司要有一个制度 让所有进入公司的人 有一个option 可以成长两倍三倍四倍的薪水 这我没有开玩笑 所有他们的benefits 不管是他们的奖金 或者他们的分红 要有一个 让他们有一个志向 不能说他们的薪水 就只是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每一年每一年的 这样子小小的成长 那样子的话 很多人觉得 那我就被困在这家公司里了 要给所有的员工 有一个option 要是他们想要赚更多钱 要是他们想要 更好的benefit 要是他们想要公司 帮他买房 买车 租车 或者是给他们一个 这种天地的话 公司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制度 并不是说 逼每一个员工 都必须要工作的 那么的辛苦 但是要是员工愿意 多做 那应该就有一个 适当的一个benefit 来taylor到他们的 这个plan里面 嗯 好 非常感谢 张律师的介绍 尤其是 为大家介绍 在疫情之下 跳槽 风波之下 如何留住 优秀的员工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您还有什么想要提醒 广大的雇主的呢 我知道现在 真的是一个 非常痛苦的一个时间 尤其是跟公司里面 有太多的这个 空位是在缺的 所以 好好地重新去想 你们的公司的模式 然后你想要请 什么样的人 然后come up with 一个非常好的 salary benefit package 给所有的员工 因为他们 其实就是公司的 这个韩星 对不对 嗯 好 感谢张律师的介绍啊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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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